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池上車站這邊有 我目前走路找得到的就三家啦 就是全美航、物濤跟這家家鄉 這家家鄉就剛好在全美航的對面 那這間的我忘記這間的便當有沒有吃過 反正就是火車站前面就是兩家老店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 那他們一樣都是用木片 就是池上飯堡的特色 就是木片便當盒 然後外面會包一張他們自己的DM 就是店裡面的那個溫圈啦 那個什麼地址電話 那等一下來猜來看 那這個 它跟那個全美航一樣都是 招牌就是90塊錢 然後 這就是你按打開這就是池上飯堡 然後那個 它這有點不一樣喔 家鄉的好像少了 青菜 它是用醬 那個醬瓜代替齁 你看這有醬瓜 然後有蘿蔔 有 有那個 甜薑 那這應該是炸泡肉吧 香腸 香腸是一般的香腸切薄片 然後 他們家的乳蛋 他們家的乳蛋看起來好像蠻入味的 然後還有炸 這應該是炸排骨 然後翹吧 這樣子 有一幾種欸 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它的 那個家鄉的那個 用 它的份量一樣是大概有十種菜 只是說 它的種類比較單調 然後它沒有青菜 那我可以拿 就是 池上飯堡它就是可以放冷吃 所以 我現在吃不下 等於在路上 我吃 再繼續拍給大家看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現在是 晚上 11點40的班 然後我已經回到那個 西部 現在在那個 新開的楊梅 楊梅休息站 這邊休息 然後 就 這是新的楊梅休息站 它那個 便利店是關起來的 只有廁所可以用 好 從花蓮開回來 把刀要搖 來 繼續吃便當給大家看 池上飯堡 今天 中午的時候講過 它那個 池上飯堡的 好處就是 它冷掉也可以吃 好 今天先吃這個家鄉 家鄉都沒有 我好像沒吃過 來喔 這家鄉的 好 首先就先吃它的那個 這應該是排骨 這應該是排骨 排骨 當然啦 現在那個 店長已經冷了齁 就是不能用 它剛剛做好的標準來 很涼 但是家鄉的 我之前有講過說 它的 它的 食材 它的那個 配菜水還是蠻多的 它 種類比較單調 我帶大家看看 那個 也是那個甜薑 你看它們的菜就是 好像都一樣的 這個好像就是 一塊排骨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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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肉還是排骨 應該是燒肉 五花肉 都一樣 它都一樣 應該是同一個東西 它這個應該是那個 蒲吧 蒲吧 這也要跟那個 吃那個 烏桃一樣 這是蒲 蒲吧 炸肉 它香腸是那個 一般的香腸去切片而已 其他家是那種 士林大香腸 嗯 它這個香腸還 那蠻好吃的 如果熱熱的話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個赤肉 應該是鋁雞肉 鹿的鋁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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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雞肉 還有這個 醬瓜 醬瓜 有點像花瓜 很脆瓜 是蠻下飯的 嗯 記得今天我剛買的時候 我看到它們家的滷蛋 感覺就比其他家 好像入味一點 確實是比較入味 可是也不會很鹹 然後大致上來的時候 才會有飯 反正他們 實際上的那個 飯包啊 他們的飯你都不用去懷疑它 那飯會一定好吃的 外面米那麼 實際上米跟關西亞米那麼好吃 所以 一般他們的飯是不會超難吃 而且他們的 熟度就是吃起來QQ的 有人跟我說 在地人都吃家鄉的 我是覺得說 我倒不是很 在乎什麼在地人不在地人 就是說 其實你自己吃的 好吃比較 才是重點 我是這樣認為 那家鄉的 家鄉的那個 池上飯包的話 我今天吃的感覺就是 它的那個 料也很豐富 但是種類比較少 對 然後味道的層次上面 嗯 稍微 弱了一點 那這便當一個90塊 其實也不便宜 其實也不便宜啊 不過 現在來講的 物價都在飛漲 我覺得 也可以 其實也可以 體會 體量 什麼都貴 我想它的肉啊 雖然 是那個瘦肉啊 冷掉 OK啊 很好吃啊 嗯 嗯 那就是那個家鄉的 其他飯包 好那我還有一個那個 全美行的 那就等回家說吧 一吃其他歌都沒講 好 那就點這樣子